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樂載奇居 今集我繼續請來Benny Maa為我們講解房間的設計 究竟要注意什麼 以及叫Benny幫忙帶了很多房間設計給我們欣賞一下 Benny 看照片之前想問一下 如果設計房間的位置 主要要留意什麼 主要是客人需要用的地方 舒服感很重要 還有儲物擺衣服的地方很重要 最理想的當然是一間房間 旁邊有個衣帽間 衣帽間進去還有洗手間 這是最理想的處理方法 這個當然好 但我們這個節目經常會提到一句 香港全金尺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房間 又有衣帽間 又有洗手間 但不如我們一邊看照片一邊聊天 這間房間比較小 正正處理到一間房間不夠大 但我又擺衣服 又不是還有衣帽間那麼多空間 這間房間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主要這間房間 床左右兩邊都是窗 都是一個很大的窗台 我正正看另一邊的窗台是沒有什麼視頻的 那邊是大廈的 我便把窗戶封住 遮蓋 把衣櫃做到裏面 那你見到門中間的位置是一個所謂的櫃桶 用來的 console 放一些照片 放一些鬧鐘在那裏 或者是裝飾品在上面 左右兩邊是能開的門 裏面可以掛衣服 如果我見到電視機裏面的櫃的左手邊 那個就是衣櫃 其實原本的衣櫃後面就是一個窗 還有一個很大的窗台 窗台很深 所以剛剛可以做到衣櫃 我們平常這些處理方法在窗裡 我們先做一些隔熱的板 先隔開 然後再做一個衣櫃做在外面 明白 這裡你見到 左右窗戶 床尾也要放一個大衣櫃 才夠放衣服 另外右手邊那邊 我們要保留窗戶 因為那邊是望景觀比較開揚 這樣會保留那邊的窗戶 但其實我想問一下 我現在見到這個設計比較有趣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會把床 直接對著鏡 但我見到你的衣櫃 都特意安裝了鏡 為何會有這樣的設計那麼有趣 是否屋主自己很喜歡 其實你看到你的空間比較小 他們後面需要把衣櫃 例如我需要看全新的 照到全新的鏡 我們需要有全新鏡在後面 對著海的 這個就是剛才說比較開揚的那邊 對 全對海的 旁邊我們做了一個梳妝桌 另外這個梳妝桌其實很有趣 我們再看下一張 其實它藏了一個琴 電子琴 它放了電子琴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設計 很有趣 它可以不彈琴 可以用來寫東西或化妝 對 沒錯 彈琴就揭起它 就已經很方便 可以在上面放到樂譜 然後可以彈琴 也挺寫意 挺有趣的 又看著大海彈琴 沒錯 不如我們看看你另外一個作品 好 謝謝 這一個是比較豪華一點的 我們所謂的豪爪 正正可以配合到 有間房間 旁邊有個衣帽間 衣帽間裏面還有一個洗手間 這個房間 我們主要地下用了木地板 是 後面我們用一些 木地板的長身 主要為何用木地板 就是讓它感覺比較軟 溫暖感比較好 以及吸音的窗簾 令到外面不會太吵 即是香港一個大都市 很多地方附近都是馬路 如果附近都有馬路的話 我們都可以用厚一點的窗簾 就可以做到少許隔音的效果 沒錯 厚的窗簾會幫助隔音 以及如果真的很吵 可以將窗簾的窗簾 做一些雙陣玻璃 換了窗簾 做一些雙陣玻璃 隔音的效果會好很多 是這樣的 是 剛才你說的 這個房間有衣帽間 以及洗手間的配套 我們看看這間房間的衣帽間 這個衣帽間 四邊都做了櫃 你看到顏色很有趣 它特意跟外面有些不同 這也是客人要求的 我們看到不同的客人要求 我們會配合客人的需要 旁邊全部做了衣櫃、木色 另外你看到 那張照片的右手邊 是有一個門口的位置 全部配在那間房間 我們再看一張照片 這是另一個角度 這是另一個角度 就去看煙帽間 是 這個就走進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也挺大的 旁邊的入門口 右手邊 我們有洗手盆 旁邊的櫃桶 可以放一些風筒 一些牙策 這是有一個豪宅 是的 我想問一下 這個洗手間也這麼大 其實它本身整間房子 大概是多少尺度 整間房子總共是三千多尺 三千多尺 是的 你看到浴缸是用按摩浴缸 後面比較深色的位置 其實是電視 是的 屋主本身也很享受型 沒錯 可以一邊沖浴缸 一邊可以看著 自己想看的電視節目 現在這幅圖 我看到也是 剛才的衣帽間 裡面的洗手間 其中一部分 就是你說的按摩池 按摩池 另外後面的深色的地方是電視 另外通常我們按摩池 盡量做到 做多一個 所謂的淋浴缸 shower 所以 洗完shower之後 再做一個按摩浴 做一個brave 你正正看到 衣帽間入泥 走入洗手間的位置 另外這些不同顏色的配合 我這間比較紅色 這就是另一間睡房 另一間睡房 但我看到一個地方很特別 Benny 我又想問一下 例如我現在看到 先說一下天花 是 天花我們通常要不就是 假天花 要不就是四邊做燈槽位 以及我之前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也說過 有些廳可以做一邊的燈槽位 但我看到現在這個天花比較特別 它就做到一格一格一格 其實為何會有這個設計的想法 Benny 這麼有趣 主要因為這裡的橫樑 剛剛正中間 而且橫樑上比較低 我們需要處理橫樑 所以做到一格一格的效果 另外看到 我們旁邊會放一些 所謂的射燈 或者這些省電LED的射燈 打到牆身上 牆身有少許效果 另外我們房間的燈光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在T番處理 我們盡量會用一些 桌燈、床頭燈 或者一些畫燈 或者地燈來處理燈光效果 令到比較柔和一點 我想問一下Benny 其實現在床背板 後面那幅 我看到立體感很強 好像三角形一樣突出來了 其實是怎樣做的 還是純粹是一個平面 純粹是兩種顏色做出來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特色的長子 它做出來的效果 很有深淺的效果 其實摸下去是一個平面 平面來的 是很特別的 就不是立體來的 不是的 而且我看起來好像 完全感受不到是長子 我覺得好像是一些 蛹一樣做出來的 其實它的長子有一點 有一點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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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立體感出來的 而且我現在看到外面的景觀 應該不是香港來的 是澳門來的 其實如果在外地的朋友 要找Benny幫忙 也可以的 我們澳門和國內都有做的 另外再看多一點 梳妝桌的位置 另外側邊有一點特別 米色的位置是暗門 米色的位置是暗門 是的 打開這個暗門是衣帽間 我們看看另一間 另一間房間 顏色是比較藍色為主 藍色和綠色的配合 和米色的配合 而且我這間 我也看到 它的天花同樣 是否有橫樑 對 其實它剛好兩間是拍住的 橫樑 穿過兩間房間 所以兩間房間 都要整到一格一格 沒錯 還有我想問一下 Benny 這個屋主 是否經常會請客人 可能回到家 偶爾住一下 因為我覺得 剛才那間房也好 或者這間房也好 那個設計上 除了豪華之餘 我覺得好像 入了一間酒店 因為其實這兩間 都是一間客房 所以比較上 你見到做法 或者出來的效果 因為其實你一間主人房 或者睡房 要放了自己的特色 例如一些畫 或者一些相片 或者自己喜好的裝飾品 你才會做到那個歸屬感 但是這兩間 因為客房 那那個業主 都不是經常用的 只是招呼朋友才用 所以它也不會放了自己的照片 所以你見到 是有一些 不是真的一間睡房的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走進去 就好像 酒店 首先進入房間 我會覺得 肯定是一間豪宅 第二 如果進入客房 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進入酒店 好像做了 Check-in 其實我想問一下 現在有很多 Couples 都很喜歡做一些 叫做 不是Open Kitchen 是 就是 Open 的 Bathroom 是 其實有沒有大些設計 來給我們看看 是關於這方面的 有 我們再看看 這裡的房間 就是一對Couple 比較小一點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做一些玻璃洗手間 就是因為 想省一個地方 還有 把房間感覺上 擴大一些 還有這個位置 做一個Waste Floor 另外下面可以放置 更加 將一些 換季的冬天衣 可以放進去 但他省了位置 就是我覺得 他沒有做一個 好像我們那樣 平時做一張床 他是一個 好像塔塔米的形式 來放 是的 這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整體 一個地下 這樣處理 現在你看到 旁邊木的地方 可以有 兩夫妻 例如看照片 或者招呼朋友 在房間裡聊天 你可以在這裡坐下 這個很清楚 看到玻璃洗手間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是的 你想想 你要封了一幅牆 的話 房間會洗得很厲害 但是當它是玻璃的時候 房間大了很多 可以 另外我們看到 前面的位置 矮的櫃 這個櫃很有趣 兩邊可以用 前面也可以用 後面也可以用 比如你洗了毛巾 或者內衣 你可以放在那裡 你需要在洗手間 拿的時候 換的時候 你可以在洗手間 拿出來 這樣嗎 是的 在洗手間後面也可以拿出來 是的 兩邊躺的 很特別 方便一點 而且不用怕拿櫃 沒錯 另外你看到 存在空間 其實這間房間 不是很大 但是它 有了所有元素 有個衣帽間 又有個洗手間 我們再看 而且它也做了一個 這個地台位 是 用來儲物 沒錯 你看到 正正 在照片中間的位置 所有鏡子的位置 都放在衣服 打開門 就是衣櫃 剛剛這個位置 這個空間 其實是一個衣帽間 的空間 旁邊就是一個玻璃的小間 再往前一點看 在左邊 這裡可以放一些錶 一些文具 例如書房 都可以看到 其實我看這張照片 房間的尺數 其實也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 但是它已經可以有一個衣帽間 沒錯 其實一直在我腦海 覺得如果要有一間衣帽間的房間 一間房間 平常來說 需要二三百尺 要的 其實加上洗手間 加上衣帽間 要二三百尺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這間房間 是百多尺 已經可以全部齊 當然要靠設計師的功勞 對 要看不同層面 和處理方法 其實原來有百多尺 都可以做完整個 有洗手間 有衣帽間 沒錯 有整個 這個洗手間裏面 還有這就是剛才的櫃桶 那個特別支柱 對 兩邊可以開的 因為在洗手間裏面 都可以做到 但是會不會洗手間那邊的物料 要特別少少不同 因為洗手間始終的濕氣比較重 其實我們做這些櫃 在洗手間裏面 都做了防水防潮的處理 那面的漆油 都是防水防潮的處理 當然和其他會有少少不同 但我想問一下 你雖然做了防水 或者防潮的處理 但我想問一下 可以保養多久呢 其實你通常這些櫃 你不會浸著它 是可以很耐用的 主要是洗手間比較潮濕 我們有時可以抽起線 都可以幫到 所以不用擔心 你不要浸著它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的 但我想問一下 剛才那個洗手間 是一個全透明式的 其實它怎樣解決 那個私隱程度呢 譬如我要去洗手間的時候 我不會很想 被外面看到的時候 是否拉鏈 還是怎樣 最簡單方法 比較便宜方法 當然是用鏈 這是最簡單的處理 如果想更漂亮的 我們所謂的電控磨砂玻璃 一按鍵它便會變成磨砂 這些都比較多人處理 其實現在說電控磨砂玻璃 都不是很貴的東西 這裡另一間房 就是洗手間在後面的位置 這個就很厲害 簡直是 那個洗手間 好像整幅立體畫 看完整個洗手間 它的玻璃是整幅牆 對 它整幅牆做了玻璃 這個就是它用電控磨砂的效果 一按鍵磨砂 整間房間變成磨砂 你看不到裡面 好的 其實我覺得 除了漂亮之餘 還可以令到我們更加乾淨 而且主要我們做玻璃的洗手間 都想房間看出來的空間大很多 你看到如果這個位置不做玻璃的話 房間會變得很局促很細 而且我看到那個電視機 又是藏在牆裡面 這次是否又是因為這個儲位的問題 這次不是 因為這個房間也不是很大 我們後面是想做一個衣帽間 但衣帽間我們有很多需要的空間 但我又不想電視機凸出來 因為在床尾走過的時候會阻礙 所以我把電視機藏入少少 把DVD全部藏入少少 衣帽間後面可以放一些摺的衣服 心裏不需要那麼多 只剩下的位置會掛衣服 整個場面我們做了所謂暗門的效果 其實Banny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 因為我看到你很多不同的設計 有時都會把電視機藏起來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有時是因為儲位要偷位 但我想問一下 譬如我現在藏在一個空間裡面 但很多時候現在的電視機 後面我們都可能會插USB 或者要插一些影音線 如果我真的要插USB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很麻煩呢 也不會 現在有很多電視機架可以拉出來 可以拉出來的 拉出來之後插完線 插完線 插好線再將它推進去 但相對這些架 它需要厚度比較多些 正正因為它這麼厚 我們有時掛上牆會不好看 例如做長身裝飾的時候 我們做粒一點 將它藏進去 效果會好 即是不會很麻煩 不會很麻煩 如果我們突然間有衣氣 或者加線 我們可以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就可以了 不會說要很大的工程 沒錯 我們繼續看看其他作品 好 這個比較靈略一點 泰式的 想要簡約一點 泰式的房間 是的 但做這些房間 我們需要考慮的話 我們不可以放太多的雜貨 在這裡 譬如衣櫃 我們盡量把它收拾 收起來 不要放太坏 怎樣收起來呢 這間屋 我把衣櫃放在後面 它是用布簾拉起來 看不到衣櫃 一幅布簾拉起來 然後拉起來 在衣櫃間裡 你看到很簡單 長身裡有些靜的米色 另外加少許裝飾 在床尾上做一幅裝飾的掛布 外面放兩幅很小的照片 其實是否凡是泰式的掛布 和窗簾 多數都會用沙櫃 在窗那邊 我們會用沙櫃和遮光簾 因為始終在房間裡 睡覺的時候 光線比較陰暗 我們需要遮光的布簾 其實有兩幅的布簾 一幅是沙簾 一幅是布簾 可以遮光的 後面床尾是裝飾的掛布 這間房間 旁邊是書房 我們將一幅牆拆 做一個燙截門 譬如你需要夜晚做事的時候 就把這個截門 其他另一半便可以先睡 但我想問一下 我看到你們現在的設計是用燙截門 因為燙截門 我認為燙截門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會突出一些邊緣 沒錯 其實為甚麼在這個設計上 會用燙截門 而不用一些 譬如我們 燙門那些 那燙門便不會突出 但是燙門有一個不好處 始終一燙開 你又不可以整間房間建 空間感會比較小 但你截門 截門一搭 整個場的長闊度可以用 打開整間房間 那就可以用盡一點 是的 拿盡一點 大一點 明白明白 其實Manny 我都看了很多不同的作品 但有個問題我想問一下 譬如圖片 我當然知道是一個實物 但譬如我現在初次去到一個設計房子裡 找你們幫忙的時候 你們通常都是會 我知道 可能是畫一些立體圖 3D圖 沒錯 但其實 可否做到效果 是好像整個實物已經完成了 好像一幅相片一樣 因為如果不是 可能我是一個比較蠢的客人 我沒有這個幻想力的時候 我看不明白 有的 其實我也帶了一些圖片給你看 因為其實正正是 現在的科技很先進 電腦的發展是很快的 你做的3D效果是很像很像的 變成跟行客溝通的時候 更加容易 我們可以看看3D圖 是否叫做3D圖 這是電腦效果圖 電腦效果圖 這是一個電腦效果圖 其實我想問一下 這個電腦效果圖 即這幅圖的設計 是否已經完成了作品 還是怎樣的 這個其實是一張電腦效果 是 你看到這個是一間房間 它比較上樓底高一些 比較高一些 這些效果已經看到了 跟客人溝通的時候 完全不會有什麼誤會 即我現在看這個圖 出來的時候 就會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想問一下 在這個圖裡 是用了什麼元素 譬如設計上 為何要用這樣的牆 或者是這樣的簾 其實這個是一間房間 你看到中間位 一些一格一格 其實是一個樓梯位置 這裡是頂樓 我們由客房上來這層的時候 一上來這個位置 我們用一些screening 來隔開它 空間感會比較大 但不是可以看到一堂樓梯嗎 看一堂樓梯 但是這堂樓梯是自己的樓梯 已經是對自己的房間 而且如果你想隔開的話 我們前面可以落個簾遮開它 沒有客人 那時候就拉開個簾 整個房間可以通透一些 正正這間房間 也會有我剛才所說的元素 旁邊在左手邊 有些少許書房的位置 再進去有衣服間 再進去還有洗手間 不需要擔心 如果有客人來的時候 萬一 我不知道樓梯是甚麼 想上來參觀一下 共我上來自己睡覺 那便不好了 可以落個簾 裡面可以落個簾 是的 還有我看到現在的感覺 簡約得來 尤其是床頭 後面那床的位置 我不知道是否看到的原因 不是照片 我覺得有點像泰式的 有些叫做 批檔那些 對 批檔那些長 這個也是粒凸的長子 是一些珠面的長子 一粒粒珠 感覺立體感比較強 好 像不像我剛才說的那些批檔的長子 有少許類似 但它比較長 另外這個我帶上來 都是一些我們3D的圖 有些效果圖 但這個想表達 有些客人需要 效果比較 modern 酷一點 尤其是男生 十幾歲的男生 很喜歡這些效果 我想酷一點 我們的傢伙 我們會用一些白色的傢伙 另外配合 有些鏡子 還有一些深灰色的長子 整個感覺做出來 相比上酷一點 更新的 而且設計很特別 就是床頭 後面那裡全部都是鏡子 對 後面那裡是鏡子 還有少許磨砂的 pattern 這幅鏡後面 是小小間 是否又是透明 看到進去的那些 看到進去的 但它有些 pattern 是磨砂的 當你以為也是 你不想看到裡面的小小間 後面再放一幅臉 平日我自己在那裡 就拉起它 整個房間的空間感 又強一點 明白明白 其實真的很開心 Bendy 今天又再次 上來我們樂在奇居 為我們講解這個睡房上的設計 以及帶了那麼多不同的作品 給我們欣賞 記住 如果大家想找Bendy幫忙 去做任何設計的話 可以去以下這個網址 MADesign.com.hk 就可以看到Bendy不同的作品 以及找到Bendy幫忙 下一集樂在奇居 會繼續有我Francis潘中正 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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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